生病了该吃药 心里生病了该怎么办 国家发个帅哥来陪你聊人生 聊三观聊感情 一段火场救援的女消防员 与国民心理医生的浪漫故事 火光恋人 作者 朵朵武 由殷小果四周诸侯携手众优秀CV 倾情演播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白天服用感冒药容易犯困 今天的市民参观不容有失 徐归周只吃了两片消炎药 又灌下去一大杯热水 杨慧佳女士有点担忧地看着她 记住哦 等参观活动一结束 马上就吃药 实在不行就去医院 徐归周答应着知道了 提着包出门上班 到了大队 她换好制服 把头发扎起来到了门卫室 外面已经搭建起林氏的桌椅 身份登记和参观证件已经摆列正气 就等着人来 徐归宾和方旭正在做检查的准备工作 上午10点 市民陆陆陆续续来到 很快就在门卫室的门口聚集起来 徐归周给他们讲解了参观流程和规范 其中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 兴致勃勃地站在队伍前头 方旭给他登记完身份 被他拉着问了好些问题 索性就紧跟在他身边照看 现实进行消防设备参观 包括各类消防车和随车器材装备 徐归周一路讲解 在操场上介绍常见火灾的铺救方法 灭火器材的使用等消防安全知识 尤其是提醒了老年人在家里 要注意电器设备老化 避免意外事故等等 上午一波市民送走 匆匆吃了午饭 下午又迎来了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 比起上午 天真湖泊好动的孩子 组成的团队更难待 幼儿园的老师三令五声 不许乱摸乱碰 孩子们一看到外星少见的 高平台消防车 奔铺消防车 泡沫消防车等 就立刻忘记了刚才的几率 哇哇地惊叹着 围着车又跑又摸 幼儿园的老师顾得了这头 看不了那头 有两个皮孩子跑到车后面 嘻嘻哈哈地玩起了躲猫猫 徐规桌的讲解 一次次重担 后来不得不跟着 幼儿园的老师一起 化身为保姆 看顾住孩子 他走到车后 找到两个要往车下钻的孩子 两只手各抓住他们的衣服脱住 大叠起十二分的耐心 轻声细语地劝两人出来 原本觉得还能 置不住两个熊孩子的徐规周 明显有点低估了熊孩子的战斗力 两个孩子不安分 拼命地扭动身体 就要从他手里把衣服给拽出来 两边都使着劲 蹲着的徐规周 额上起冷汗 身体发虚 手脚瞬间有些发软 身体重心被两个孩子往前转 人往前一滑 要走 徐规周脑子里闪过 迟钝的身体 却反应跟不上来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 身后两只手伸过来 从背后缓住他 稳住 徐规周惊魂为低 心还有点跳得急 转过脸 看见徐一斌紧敏的唇 和光洁挺阔的下巴 他问 站得住吗 徐规周点了点头 你到一边去 徐一斌垂着眼 声音听着冷冷的 好像是有点情绪 停顿一下 放低了两个度 说道 站远点 别被孩子撞到 徐一斌板着脸 徐规周站起来 站到旁边消防车旁 头还有点晕乎乎的 他深呼吸了好几下 才觉得缓过劲来 突然他反应过来 怎么就听徐一斌的指挥了 徐一斌可没啥好脾气 手往车下一勾 也是一手一个 把两个小孩给捉了出来 两个孩子身体不大 脾气却很大 让任者 放开我 徐一斌两手拎着 拉长着脸吼道 闭嘴 好好站住 就像是按了暂停键一般 两个孩子都突然不吱声了 徐一斌把孩子放在地上 语气严厉地说 让你们来学习知识 谁让你们调皮了 宰闹 什么都学不到 以后遇到事 别人都懂 就你们不懂 丢不丢人 两个皮孩子看着他 老师站着不敢动弹 似乎是被吓住了 幼儿园老师听见声音 走过来 把两个人领走 连连道谢 徐贵舟看着 许一斌动作熟练 严肃端正的样子 忽然觉得 他不是那个青涩的新人 相当成熟稳重 又担当 他走过来 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 身体不舒服 你还逞什么墙 不会喊人吗 万一被孩子撞伤了 徐贵舟忍不住插口 他们才幼儿园 我还能被他们撞伤 徐一斌瞥他一眼 冷痕 哼 刚才是谁差点摔倒 徐贵舟立刻就信徐了 呃 意外 意外 徐一斌冷痕 哼 等会儿啊 我来讲吧 你休息一会儿 还是我来吧 你是第一年参加这个活动 很多地方还不熟悉 徐一斌不容分说 十分强硬 听我的 排练的时候 我都记住了 有什么漏说的 你在旁边补充就好了 他虎泼色的眼眸 直直地看过来 态度格外坚定 徐贵舟最后还是退让了 最近这小子的气势有点强 徐贵舟觉得一定是感冒的原因 让他变得虚弱了许多 才被这个小子给置毁了 后面交给徐一斌后 活动进展很顺利 他冷着脸给孩子普及火灾知识 并且嘱咐大家不可以玩火 一板一眼 态度严厉 再加上他人高腿长 致服挺立 一群小孩子就这样被震慑住了 乖乖跟着他在大队里参观 没有人再敢顽皮 等把孩子送走 徐贵舟和徐一斌 方絮密密相去 都松了一口气 方絮垂着肩膀说 我宁可去训练 也不想照看孩子 太可怕了 他们到底是什么物种啊 徐一斌递他一眼 说得跟你看住了一样 方絮苦着脸吐槽 你说早上那一波市民 喜欢的是小姐姐 下午那一波孩子 就你能震住 我怎么就直讨老太太喜欢呢 这年龄层次也太大了 徐贵舟听了就笑 大概老太太看着你就像看孙子吧 方絮先是点点头 然后又立刻摇头 小姐姐 你怎么跟着徐一斌变坏了 占我便宜 徐一斌劫住他继续耍嘴皮子 问徐贵舟 要不要去医院 徐贵舟白手说 啊 没事没事 就是有点感冒 回去睡一觉就好了 徐一斌皱眉 脸色跟刚才教训孩子一样 都能睡一觉就好 还要开医院干什么 方絮看着他 又看着徐贵舟 吃惊道 你生病了 徐贵舟对两人保证 马上回去休息 并去医院看病吃药 徐一斌才稍缓了脸色 临走的时候 他对两人说 这次多亏了你们两个 等你们休息的时候 我请你们吃饭 方絮猛点头印好 徐一斌催促着他赶紧走 等徐贵舟走远 方絮竖起大拇指 对徐一斌说 一别 你今天的表现 真是太男人了 小姐姐肯定很感动 别说小姐姐 我也特别感动 差点就把我给感动弯了 徐一斌嫌弃地朝他一脚飞踹 方絮竭竭见笑两声 一溜烟跑远了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在下一集等你哦